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唉 能在这儿见到各位真好 统计伤亡损失 潜人追缴药王残党 将六欲说明战况 嗯 怪不得景元说 做这把交椅如坐刀山 将军的位子关系重大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哼哼 我看他其实很享受 太普特地请我们来此 不是为了哀叹的吧 当然不是 我既暂待将军一职 自然要以罗浮官方的身份 感谢诸位仗义援手 如今事情告一段落 该是开诚布公回馈各位的时候了 哇 将军许诺的好处 这就来了吗 来了吗 来了吗 不错 星穹列车为罗浮出生入死 赤诚可见 经六欲共伤 自即日起 诸位便是罗浮的试助盟友 在罗浮将议之上 诸位受到士同联盟使节的 最高规格优待 我仅代表星穹列车 感谢太普 哇 虽然什么实际的都没给 但听上去还挺酷的 感谢的话完了 我还有一事要和各位参详 请到这边来 啊 不是吧你 刚感谢完 不会就要给我们派任务了吧 任务谈不上 只是星河降灾 要往秘传作乱 见目重生 乃至反物质军团渗透罗浮 这一切始末相略 我需向联盟高层巨城公文 以备调查 但我身处其中 或多或少受到外力牵引 所知偏颇 故而 请各位与我一同梳理脉络 分晓其中的诸多细节 那么 该从哪聊起呢 现在看来 幻龙正是一切的主使 在仙州历史上 反物质军团也曾与联盟有过交战 故而我们始终警惕着军团 军团兵力的动向 可谁也料不到 他们的进攻会以某种更隐秘的方式进行 决灭大军伪装潜入 策动阴谋 将星河交给药王秘传 引发叛乱 想又使罗浮自灭 对军团的危险程度 我们显然应该再度评估了 自从剑木在数千年前被帝宫私命着断 风饶被贬为禁忌 原本掌握所谓仙道的丹顶丝 就此一蹶不振 成了聊胜于无的私部 想来从那一刻起 药王秘传作乱的种子便已埋下了 他们中 有人不惜与虎谋皮 向反物质军团求取了一颗星河 试图令风饶仙计重生 哼 他们确实成功了 但换龙的目的 又岂是为了帮他们实现愿望 这些叛徒出卖仙舟 结果却成了绝灭大军实施计划的祭品 关于星河猎手 我们知道的一样少 但在穷关镇里 我看见了卡弗卡 从命运的奴隶那里领受到的预言 艾利欧 遇见了罗浮的种种可能 依照卡弗卡所知的信息 这可能性尽管被艾利欧掌控 但确实是对罗浮最有利的未来 星河猎手们自投罗网 又为仙舟引来了盟友 也就是你们 哼 虽有私心 结果仍是好意 现在那个未来已经成真 仙舟发现了军团的企图 并且在各位的帮助下 并换龙杀鱼而归 已知的信息虽然足够 逻辑也算得合理 但仍有一些细枝末节的碎处 譬如星河如何被带上仙舟 又有谁送进了凌渊镜 还有多少药王秘传的残党 尚未被倾角 这些全都无从知晓 但我们已尽力了 提交联盟的文书报告 本座心里已有计较 关于各位的部分亦不会少 但为了警员着想 涉及仙舟内务的部分 只好引去各位的名字不提 还望海涵 我正想请求太普这么做呢 剑木复生 联盟高层不会侵蚀 多半会审查各个环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星穷列车如果牵扯进其中 恐怕一时也难以离开 是啊 警员这次的违规之举可不少 我得一一替他处置 唉 云奇将军们个个麻烦得很呢 各位启程前 请先好好休养歇息一番 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尽可以逛逛 我要暂待云奇事务 无法奉陪了 对了 各位若是途金星茶海 我有一件东西 想托付各位转交玉空 嗯 那时现场一片混乱 随幻龙险行后 亭云的身躯 也仿佛凭空蒸发 云奇们 只找到他随身携带的扇子 和我们同行的那位亭云 究竟是受幻龙操纵的傀儡 还是某种一夜赵木的幻术 这一切暂时无法查清了 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以军团的作风 那位天伯斯街度时本人怕事 凶多吉少 但亭云一事如何处理 终究应由他的胡人同胞决定 我将事情的梗概通报了天伯斯 这件物品 我想还是由你们去送更合适 我明白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 那就有劳杨先生 本座瞧瞧 今天剩下的公务清单 嗯 好长 时间不早了 各位若找我 来泰补寺的寿司厅便可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好在你们平安无事 泰补将转交纪念物的事情 托付给了我们 我去一趟四尘宫 渐渐欲空 你和三月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最好和我一同去 没想到这一路上 咱们误打误撞 成了拯救罗夫的英雄 总觉得轻轻松松 就干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 好不真实 你的话听起来不怎么高兴 虽然看上去事情都在星河猎手操纵之中 但那是我们自己实现的未来 他们本事再大 也没法让不存在的未来成真的 许多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得救 先终免去了一场灾祸 既然命中注定这件好事要发生 管它是有谁促成的呢 高兴一点 其实 我在想那个福太普 能不能帮我个忙 穷关阵神通广大 能穷举卡夫卡的过去 当时我就在想 那对我使用穷关阵 是否能钻出本姑娘的过去呢 那是 等你有空了 咱们一起去太普寺跑一趟 求太普帮个忙 重回罗符 重新踏坐凌渊镜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一心离开 却阴差阳错 又回了这里 很快就走 锦园养病 云其没人再能照顾我 六语会如何处置我 还不清楚 不过至少现在 我还安全 我想见捡罗符如今的驰鸣龙尊 既然不能摆脱此身 作为丹风时造就的因果 我想更清楚地了解他的过去 我想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弥补旧事的素页 如果你们打算在罗符逗留一阵的话 我恐怕没法和你们同行 抱歉了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儿 既然如此 请向狮王传达我的意思 无惠将消息带到 也请思多节哀 既然有客人来 我就先行退去了 诸位 我仅代表天博司上下 感谢列车团 在星河灾变中挽救了罗符 既空大人想必已经听说了 亭云小姐 我知道 看到四人离去 三人返回 我就明白 浮旋送来的战报 说的都是真的 亭云 我还是难以相信 那份战报当真不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吗 反物质军团出现在仙州上 亭云她 是某个绝灭大军的伪装 我不相信 那个和我共事三十多年 曾经与我一同操持过 天博司事务的亭云 怎么可能是某个怪物的伪装 原本的她现在又身在何方 亭云小姐 抱歉 我明白 我明白的 我只是一时无法接受 谢谢你们将亭云的东西 带回了四尘宫 这次星河灾变中 我们失去了许多同袍 兄弟 姐妹 子女 我想邀请各位 作为便利此战的见证 参与天博司为阵亡者 所举行的卫灵电仪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卫灵电仪 用短生种的话说 就是葬礼 只是对仙州上的长生种而言 身后事一直是个遥远又稀薄的概念 放在平日 摩阴身征兆出现前 便会有石王司的接引者 将仙州人带入因果殿 留下生平经历后 归于寂命 人们都习惯了以短促地告别 代替仪式繁荣的安葬 唯一看中身后仪式的 只有我们这些寿源有限的胡族人 在这一次灾难中 有数不清的云旗殉职或堕入摩阴身 因果殿来不及收纳彼等生平 他们便逝去了 所有仓促而至的死亡 未能实现的愿望 都在提醒我们 长生种的生命 依然只是微不足道的 有限片刻 我想让那些逝去的人 有个归处 用天伯斯的方式 用胡人的电仪 将侍者们的遗物 放上星茶 送出仙州 航入恒星 与之同会 这不仅是安慰侍者 安慰那些不再能 对我们说话的灵魂 也是在安慰他们 留在尘世里的血亲 智友和所有仙州住民 我也希望能以这场仪式 告别亭云 这是我的私心 虽然他并非 没于战场的云旗 但他依然是我天伯斯的人 也是这场灾变的受害者 我想用这场仪式 将我的下属 和那个夺取他身份 以他面貌出现的 绝灭大军分开 是的 我还是不愿相信 亭云的下落 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探明 但眼下 我 我 我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各位 我能否冒昧地请你们来 一同见证 亭云生平的物件 我已吩咐言明在整理 我希望各位 能从中选些物品 放上心茶 这件事就按 玉空大人的意思 交给我们来办就好 玉空在此谢过诸位 我已请石王司判官 通传了魏林电仪的想法 接下来 我会前往回心港 督造心茶 筹备仪式 各位若有事 就来那边找我吧 平日里 你总是嫌我碎嘴 爱管闲事 你瞧我唠唠叨叨 说了这么久 你怎么也不跳出来阻止我 是你们呀 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 是斯多派你们来的吧 嗯 我们是来帮忙收拾亭云小姐物品的 玉空大人 打算把其中一些用在魏林电仪上 那 东西 都理得差不多了 都在箱子里边 你们瞧瞧 有哪些是用得上的 咱们把箱子里的东西 都摆出来瞧瞧吧 铁度室的印件 一个小盒子 一把刀 一张弓 还有这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像是个古董 可谁会收藏这么奇怪的古董呢 这小玩意儿啊 我曾听亭云说起过 它是古代湖人的民俗雕像 据说是求财之物 摆放起来很是灵验 包袱里还有一张字条 赠严明先生 招财敬包 无往不利 严明先生 看来这是亭云小姐 打算送给你的礼物 我当时还说 自己要去请上一尊 我没料到 只是提了一嘴的事 它竟记挂在心上了 我和亭云啊 分数不同的商团 大家虽是同事 但彼此也是竞争对手 往日里咱们贸易他乡 按习俗 会带些当地世界的特产 回来当作礼物 分送同僚朋友 一直以来 我和亭云的名伙 都在争夺天波寺 第一商团的名头 互相瞧对方不顺眼 送彼此的礼物 都是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吃下会长腿毛的生发糖啊 一弹就会发出尖叫 震碎玻璃的六弦琴呢 真让人措手不及 没想到亭云最后送我的东西 这么正儿八经 要是不回礼 岂不是就这么输了他一筹 只是 只是 该回赠什么好呢 说起来 除了硬件之外 这刀和弓 怎么看都不像是 亭云小姐会有的东西 他给我的感觉 可一直都是被珠宝包围的精致利人 这些东西里 会不会还有别的 没送出的礼物啊 就像阎明先生 收到的那件一样 咱们再瞧瞧 这小盒子里别的没有 倒是装着一把植物种子 盒子底下 似乎还印着字 不夜猴 我想想 我记得在哪儿 听过这个名字 虽然我不会做饭 但我认得 这应该就是菜刀了 这一路上 也没见亭云小姐 拿类似的东西来防身吧 显然 她也是一件 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礼物 刀侠里有张广告呢 上滋味 亲人像 这又是哪家店铺啊 这张宫 好宫 这 该不会是 要送给我的礼物吧 好啦 开个玩笑 活跃下气氛 你知道 这些东西该往哪儿送了吗 了解 出品 出来 不 联论 20 2 3 2 2 4 6 庭园啊庭园 该会葬你什么好呢 如果你 苏打豆汁是仙周 你来了 最近是不是闲了 有空在仙周上到处逛逛了 这不就是 常乐天惊人巷里 老涛聚集的饭馆吗 怎么 你打算请我去大吃一顿吗 就是常乐天的商业街呀 虽然最近因为星河降灾 人流稀疏了不少 外客初来乍到 逛的都是星茶海的宣夜大街 那儿鸣声在外 热闹是热闹 但要说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哪儿多 还得去惊人巷 我给你在地图上标好了 我平时摸鱼打牌累了 都往那边的小吃店里 吃碗陈婆豆腐 不好 你这一提 咦 我不想上班了 泪泥 苏打豆汁是仙周罗夫的特色 不得不品尝哦 你的朋友 我怀疼你 不想上 我怀疼你 就是 我要 我怀疼你 他 可不你 母亲 上滋味 看这招牌就在这边 客官你好啊 欢迎光临碧店 有什么想吃的菜啊 这是亭云小姐送我的 哎哟 真是难为她的用心了 她那样娇滴滴的人儿 竟然真送了我一柄菜刀 当初她在我这吃饭 听我说起 不吃不能打倒 自己的食材的信条 随后又让我讲讲 自己在其他世界 做菜狩猎的经历 亭云小姐听得津津有味 缠着我一个菜接一个菜说 末了听完了 还要送我一件礼物 说是宝剑赠英雄 名厨配好刀 这不 她大约是从其他世界 找来了珍贵的奇金异才 断成了这把刀 哎哟 瞧这刀锋锐利的紧 怕是一下劈开 塔拉萨岗被归的外壳也是的 其实啊 亭云小姐太客气了 金人像中的大小商户 谁没有受过 名火商团的恩惠啊 她举办的海事 给咱们这些小商户 招来了域外的商客 要说送礼 该是咱们送她才对 对了 我听说商港又开了 亭云小姐 怕是又忙起来了吧 亭云小姐分不开身 所以这份礼物 只能由我们送来了 哎哟 真是辛苦了 不如我当场露一手 为大家做一道菜 请你们品尝品尝 就当是回礼了 说起来 亭云小姐最初被闭店吸引 也是因为这道 红油乱斩牛杂 鲜香辛辣 光是闻闻味道 就能教人食指大动 就连她那样精致的妹子 也抵不住这诱惑 哎 没能让亭云小姐 吃到我做的菜呀 不夜猴 那是咱们刚抵达时 经过的港口茶馆的名字吧 欢迎光临不夜猴 客人几位 想要喝点什么茶 我是小店的主人孟明 有什么吩咐 您随时告诉我 哎 这是 这是亭云姐姐答应送我的茶种 她果然从别的世界寻来了吗 真是辛苦她了 我当初从双亲手中 接下这盘茶馆 心想着 要做一番前人未有的事业 开创新的茶品 可惜 仙州上类似凌元春 丹顶苏珍之类的名茶 早已传承数千载 从外传入的混合茶饮 以各行其道 要推陈初心实在很难 亭云姐姐在喝茶时 听了我的难处 变态乡普保证 说她作为行商 游历各个世界 一定能找到 仙州人也未必品尝过的 全新茶种 我以为她是混 我这样的小孩开心呢 没想到 她真的言而有信啊 对了 亭云姐姐怎么没来啊 是的 罗浮灾便平息 港口恢复通行 亭云小姐领了 天博司的使命 又要出使其他世界了 这样啊 真是遗憾 那 各位请稍等 我之前按她的提议 改良陵渊春 阴山绿 和昭露小牙的品种 先制了一种茶饮 滋味甘爽悠长 特意取了姐姐的名字 换作恶银哥 她想不了口福 我就请各位来饮这一杯吧 关于那把弓 我想我知道 亭云小姐 想把它送给谁了 严明先生说了 街度时返乡时 会带礼物送给信赖的同僚 亭云最信赖的人 只有玉空大人了吧 诸位怎么来了 这把弓 是亭云为我挑选的礼物 她明白我的痛苦 我却已不能再为她做什么了 三十年前 我曾参加过一场惨烈的战争 我和我的挚友一同出航 但回来时 却只剩下了我截然一身 这场战争结束后 就像是害怕去触碰战争 留下的伤痕一样 罗夫仙舟一直沿着航路 休养生息 吐纳贸易 我也以为自己厌倦了飞行 丧失了开弓射敌的勇气 于是我埋头 躲进天博斯的事物暗毒里 不想再看天空一眼 虽然升任司舵 我却是航武出身 本不擅长这些 心思细密的经验 亭云他却是个天生的商人 职份上是我的下属 但他总爱和我谈论商事 给我建议 他不曾在战场上 与我并肩战斗 但也是另一种 意义上的战友 没有亭云他们 与商团的帮助 罗夫就无法在这 短短三十年间 恢复生机 我一度以为时代变了 仙舟也变了 亭云这样的人 才是新一代天博斯的未来 他能为罗夫带来繁荣 不像我 只擅长为血和火奔走 我错了 在将反物质军团的族子 一个接一个消灭殆尽以前 仙舟仍然需要我 需要我这样为血火 奔走在天空中的人 为仪式准备的薪茶都已备妥了 各位 将亭云的纪念物 放上薪茶吧 等等 等等我 亭云小姐 为我备了礼物 同样身为接渡时的我 可不能失了礼数 严明先生 你准备了什么 哇 我带来了一个纸鸢 希望你们别嘲笑这份心意微薄 虽然 他不能和亭云送出的那些贵重礼物相提并论 但这份回礼有他自己的意义 我听说 在胡人的礼俗里 只原是用来宽慰那些无法再起飞的飞行士的灵魂 亭云和我虽然不是真正的飞行士 但我们这辈子都在和星空打交道 我想 若是能让亭云再次飞起来 他应该会很高兴 你准备好了的话 请选几样纪念物 放在星茶上吧 纸鸢本是铜丸 不过展翅高飞的意向 很能宽慰胡人飞行士们的心 这个传统便被沿用了下来 咱们手头的东西 你觉得该挑哪些放上星茶呀 谢谢你为天博孙 为罗府所做的一切 这方小小印章 是仙舟繁荣的基石 这是孟明小姐为你准备的茶 以你的名字命名 这是燕翠小姐 代表惊人向商户们所送的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 这一回 咱们不用再争个高下了 去吧 飞去更远的世界吧 听云 天博寺不会忘记你的 我会查明真相 若你罹难了 我会为你复仇 时辰已到 该是举行魏灵电仪的时候了 诸位 我们在星茶海的昆鱼台见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儿 我记得更好 有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燕青一直让我好好躺着 没法早点来见各位 在诸位离开罗夫前 我有两样东西想送给星穷列车 礼物 他终于良心发现 要补偿咱们这一路的辛苦了吗 那么 各位 咱们神策府见 原来他们也会办葬礼啊 我曾在风湖仙舟上 举行过同样的典礼 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痛苦的记忆不会随岁月淡去 我不想再目睹同样的场面了 等杂物处理完毕 我想参与云琪的调查 亲自驾驶星察 沿着亭云进入仙舟前的航路 追溯此时的细节 我一定会查明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各位 将大家召集在此 是为重申罗浮仙舟对列车团无名客一举的感激 我想扶清之前已和大家谈及此事 但我认为你们所做的一切 罗浮远远无法回报 故此 我代表罗浮云琪军 送给诸位一枚象征结盟之意的预兆 数千年前 联盟成立时 诸仙舟共盟一事 并铭客预兆蒙载为证 天地荒灭 不于此事 这枚预兆也是如此 记录着罗浮云琪对列车团的承诺 同时他也是一枚信标 握紧他 就会向我手中成对的预兆送出消息 无论银河浩瀚 苦吕迢迢 罗浮云琪都会赶来与列车会合 完成各位所托 哇 这礼物还真是下了血本呢 呃 当然 如此重要的东西 请不要为了微不足道我违背蒙义的事情而善用 这点大家能理解吧 呃 理解 理解 懂得懂得 多谢将军的后裔 单行 将军 我奉石王司的告语赦免对你的流放令 自此刻起 你可以自由在罗浮之上来去 好耶 不过我要提醒你 单峰的罪孽牵扯深远 而有些人的想法如同林渊静的潮动 绝不会随意指命令轻易改变 我只能保证你的来去自由 却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这点还请你理解 嗯 我明白 送完礼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连伤都不太痛了 此时此刻本想念两句诗 助兴浅怀 不过我不想扶清宝学 那还是算了吧 无名课的前路还很长 驻列车通途坦荡 那么 告辞了 我收到了机子的消息 列车观测到了御舰门重新打开 他问咱们什么时候回列车 他还特地问了单横的情况 我想 这个问题只有你本人回去 才是最好的回答吧 我想也是该先返回列车 向机子小姐道个平安了 机子姐一定也等不及 听咱们讲讲这次旅途上发生的事情吧 等等 我怎么给忘了 该给列车长捎带点礼物呢 你呢 在仙舟上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是吗 对啊 咱们都还没和有些人告别呢 那么 我和丹衡就先一步返回列车了 三月 你和他可要早点回来了 放心吧 杨舍 你们 这就要走了吗 我本想为将军分忧 谁知这一次却弄巧成拙 我也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另外 燕卿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与丹衡先生交手后 自觉记忆还不够精深 要是老师有空自教 我怕他生我的气 虽然很想与他再战一回 一路顺风 文人雅士都爱来到这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不信世上有鬼的 哎呀 能看见你 多半意味着你们在仙舟上的事情 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啊 这就要走了吗 我还以为你们打算再多待一段时间呢 不知道杨先生学会地缘穷玉派没有 哎 要是他没有学会 让他回来找我 我包教包会 对了 我还没问过你 你想不想学 好呀 好呀 我也有这个打算 你要是有空回来 我就可以教你了 哎 我们说好了 你随时回来 我随时教你打牌 嗯 你好呀 怕上下一段旅途吗 哎 真好呀 我什么时候也能离开这里呢 啊 对了 你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吧 你要是回来了 记得来找我呀 我们还可以一起溜出去 我都想好了 要是溜出去了 咱俩就一起去金人巷 那里的小吃可好吃了 嗯 一言为定 要是一路有什么头疼脑热 伤筋动骨 三朝两短的麻烦 不要忘了来找我看啊 本小姐绝不收你诊剑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 你要走了吗 各位登上罗浮仙舟 是仙舟姓氏 如今离开 我代表天博司 向各位送上祝福 如果旅途中 有需要支应补充的物资 也请不要客气 服人 你是自己 Avdol 嗯 哦 啊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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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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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明白了 练制丹药 一定是一个很辛苦 很辛苦的工作吧 咱们这些人 可不能打扰到他 我长大了 也想成为丹树大人那样 了不得的丹士 为天缺者们练药救治 那么大姐姐再见了 旅途平安哦 节目 好大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儿 你好 对啊 自从我调来罗浮仙舟 风波不断 现在刚好有空闲时间 我就来这里听先生说书 你是 对不住 对不住 这阵子认识的人太多了 你瞧着有些眼神 看打扮 是画外名 是这样啊 为了路上解闷 我推荐你听听 西眼先生讲的 云上午霄传奇 我从小就想成为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云上午霄的故事 怎么听都听不厌 你肯定也会喜欢 下次 你可要把单横先生也带来 咱们几个可以一起 喝喝茶聊聊天 呃 扯远了 我不耽误你时间了 那祝你一路顺风 你是来道别的 倒也不必如此着急 本座散道你还会回到 罗浮仙舟很多次 而且一定会来继续麻烦我 所以 告别就算了吧 好了好了 明白了 本座就祝你 坦途畅通 屡显如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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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看着这些星察 他们飞离欲见门的瞬间 有种不真实的梦幻感 这些船会花上多久 飞向哪一颗星星呢 放在宇宙的尺度下 长生种与短生种的生命 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差别 显州著名追寻所得的长生 还不及一颗星星呼吸闪烁一瞬 他们的悲伤也和我们并无区别 你回来了 我和姬子正聊着这次旅行呢 一程旅行又到了尽头 万事万物都得有个结局 结局之后就是全新的开始 不如下回就让瓦尔特留守列车 我带着你们几个一起开拓新世界 列车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轮替值班之多 是啊 被星河猎手们打乱的计划 总算能重回正轨了 咱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皮诺康尼 还记得吧 家族正在那儿举办一场宴会 他们向列车发来了请柬 我很好奇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接受了邀请 等列车长准备完毕 咱们就可以出发前往下一站了 踏入此间的不是狱卒便是囚徒 阁下是哪一种 两者皆非 在下只是迷途的旅人 好大的阵仗 星河 剑木 药王秘传 绝灭大军 一系列威胁接踵而来 差一点就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 忘了那个看来已经无关紧要的问题 把星河带进仙州的那个人 有何情况 戍首就赴 我或许会赏你个痛快 药师的孽物 枪军 我的力量来自丰饶不假 但我和你一样 都是药师的敌人 是的 静 别阻碍我了 剑木苏生是预兆 他预示着 仙州以杭之命途抉择的时刻 地宫私命 寿温祸足 静灭祸足 这是神明对垒的奇异 你不站在圣的那边 就是书家 而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置风饶于死地 皮诺康尼正在举办一场宴会 我已接受了家族的邀请 打算去那看看 等列车长准备完毕 咱们就可以出发前往下一站了 仙州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 咱们该按原计划前进了吧 我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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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多词 我多词